嗨 大家好 我是阿瑟 很多網友都戲稱我們這些在國外工作的人士 所謂的神人 但是事實上完全不是這回事 當然我知道我自己並不差 但是在業界工作久了之後 我發現 悠遊白書的戰鬥分級系統 非常適合形容業界的狀況 像我這種等級的人 大概就是類似戶與履地這種程度 戶與履地在人界是半同水響叮噹 但是充其量他只是一個B級的低等妖怪 像這種等級的人 其實在魔界裡面是超級多的 後來主角他們去了魔界 發現魔界還有更厲害的 比如說A級還有S級 甚至是SS級的超強妖怪 到了悠遊白書的魔界統一戰之後 哇 超老的這個 就連大家熟知的 桑園跟鄰居這種廢物角色 他們都變成S級 也就是說他們可以一招就秒殺 百分之百的互於履地 這個故事教會我們兩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 我真的很廢 再來第二件事當然是比較重要的 那就是像桑園這種 每次只能被壞人打趴 他倒在地上等主角來救的廢物角色 只要持續學習和堅持下去 最後也可以練成所謂的S級佔尼 因為一個人的失敗只有在你決定要放棄的時候 才會變成現實 所以做人要做打不倒的桑園 不要做停滯不前的呼籲禮地 我就來說說我的學習之路吧 或許是因為我的爺爺是在香港 還有一點點名氣的書法家 所以呢我從小就認定 我好像應該要比其他人更會畫畫 不知不覺呢畫畫就變成我一個最喜歡的活動之一 小時候呢我甚至會邀我的朋友到我們家 然後每一個人發一張A4紙 然後我就規定了一個主題 然後讓大家一起來畫一樣的主題 也是因為常常畫畫 然後常常得到鼓勵和稱讚 這讓我就是一個正循環的 繼續更喜歡畫畫 然而轉眼間呢國小就結束 然後取而代之的是以升學為導向的國中生活 由於呢生活只有充斥的考試 周遭的同儕也是用你成績的優劣來判斷你的個人價值 所以我就慢慢的開始覺得畫畫是一件沒有用的事情 甚至把畫家活的時候都是窮光蛋 只有死了之後才有機會開始賺錢的 這句話掛在嘴上 學校的美術老師在我國三的時候 曾經問我說我要不要去考美術班 因為他覺得我畫得不錯 他可以幫我推薦 但我因為潛意識就是 已經根深蒂固的覺得畫畫就是會餓死 所以我選擇去讀普通的高中 上了高中之後呢每天被大大小小的考試占滿 所以我完全沒有考慮過我自己的將來 只是想說趕快考上一所大學 然後我的人生就會從此變得美好 最後因為我的生物考得最好 然後就被分發去念生物系 大學四年重重 由於生物系專業的工作 實在是選項不多 為了避免畢業馬上事業 我又迷迷糊糊的跟著其他的同學一起去考生物系的研究所 沒錯 我還跑去念了一個生物系的碩士 但由於沒有那麼大的熱忱和興趣 就是課業都念了有一搭沒一搭 反而是那個時候呢 我買了我人生第一塊繪圖版 越畫越起勁 上課也畫 下課也畫 而我雖然知道呢 我繼續這樣子念下去 總有一天這個生物系一定會畢業 不管是研五還是研六 但是這樣的話 未來我勢必會變成一個半吊子的研究員或是老師 光是想到要把這個學位的念完我就堂堂 更何況這是我未來的全部的人生呢 然後直到有一天呢 我的指導教授用一句話點醒了我 至今我還是非常的感激他 在那之前呢 我必須說明一下 我當時的實驗室呢 主要是研究 動物行為學 藉由測定 測定魚種的打鬥行為 進而研究其荷爾蒙 和他未來打鬥表現的相關性 聽起來很抽象 但實際上呢 我們日常生活就是把同樣體償 但是過去經驗不同的魚做配對 然後放進決鬥缸裡面讓他們對打 並且記錄下他們所有行為的時間 與之過去的經驗做一連串的統計分析 這一天呢 很有趣 我有一組配對的魚 就是怎麼樣他們都不打架 我一個人拿著B8在那邊錄了一個小時 然後但是兩隻魚呢 還是在那個決鬥缸裡面 就是悠游的這樣子游來游去 完全沒有要打鬥的跡象 因為他們不打所以嚴重拖累到我後續的進度 所以我就去找我的指導教授 那就是請他可不可以 網看一面讓我跳過這一組實驗不去做 沒想到我的指導教授呢 他更大眼睛看著我說 怎麼可能他們一直都是來拜打架的 我跟你一起去看 於是呢 我們兩個人呢 就拿著B8 守在那個決鬥缸的前面 從下午一點鐘呢 一直等到下午五點鐘 但是兩隻魚呢 依然沒有打架 所以最後呢 我們教授就下了一個結論 他們真的都不打耶 奇怪 你不覺得他們很有趣嗎 看著我的老師眼中閃爍著興奮的光芒 我當時真的是舞雷轟頂 這時候我才發現 生物系呢 是像老師這種眼神中散發出 熱情光芒的人呆的地方 而我顯然 不屬於這裡 於是呢 我就鼓起勇氣跟我爸說我要休學 還記得我跟他說出這個決定的時候呢 他沉默了很久 但最後呢 他非但沒有責怪我 還反而鼓勵我 為此我一直很感激 要知道 我爸他是一個生物化學的教授 我相信他一直很希望我們兄弟當中有人可以接他的一波 而做出這個決定對當時的我來說其實也是蠻困難的 因為我好歹也是花了大概四五年的時間在念生物的這條路上 但如果因為我自己不夠認識我自己 或是因為某種未知的恐懼而果足不前 導致隨波逐流 庸庸碌碌碌的過完我這一輩子的話 那不是更可怕嗎 過去我因為一些誤解而就是拒絕了我自己最喜歡的畫畫 到頭來繞了一大圈 還是要面對這個喜歡畫畫的自己 而我做出這個決定的當下呢 有一股說不出的感動 彷彿那個在我心裡愛畫畫一直在等待的小男孩 終於得到了成全 這也是我踏進電影美術的第一步 而之後呢我對美術是一直都充滿熱忱嗎 想太多了 怎麼可能 其實到目前為止我面臨過大概四次的瓶頸 每次遇到瓶頸的時候 我都會覺得自己畫得真是爛飽了 怎麼搞了半天都沒有進步 然後看著人家一直PO一些很漂亮的圖 我自己就坐在電腦前面一整天 什麼東西都畫不出來 甚至就覺得自己其實根本沒有天分 還是乾脆放棄算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就是同樣的經歷呢 後來我才知道啊 每當我們遇到瓶頸的時候 其實真的是需要好好的休息一下 然後再去學習 藝術家呢往往會有一點點自逆和驕傲 就覺得我畫得最屌 我只想自己畫自己的 然後一直抹一直抹一直抹 然後也不聽人家的勸告 專隊的方向呢固然會進步 但要知道呢很多時候方向弄錯 反而會事倍公辦 像我在高中的時候呢 我有很短暫的一段時間去過畫室學畫 那時候呢我非常喜歡雕一些不重要的細節 每次一畫呢都不看大局 然後就是一直埋頭在摸一個 一個角落在那邊一直雕一直雕 但老師每次要改我的畫的時候呢 都是一筆把那些細節全部抹掉 那個時候呢我每次他真的這樣做的時候 我都超級不爽 然後臉超級臭 但是每次一被老師改完呢 我的畫都會突然間好了非常多 這就是所謂的經驗不同 有經驗的人就是可以一下子就看出問題所在 那是因為他們也曾經犯過一樣的錯誤 所以呢放下身段和其他人討教和學習 是進步的最大關鍵 然後休息呢也是絕對必要的 一場短暫的旅行啊 運動啊 或者是開發自己額外的興趣 對你的創作都是有幫助的 我個人的經驗是 一整年都在工作完全沒有放假的情況下 到了後來呢 我的效率 腦袋 還有心靈 都是大把折扣的 所以如果說你現在工作的開始有點委屈 或者是發現效率越來越不好 狀態越來越差的話 記得要適時請個假 好好休息 不然就是繼續這樣工作下去 很有可能會變憂鬱症 如果你覺得此刻的你不行 或者是履歷怎麼投都沒有回應的話 那很有可能是你的作品集 還沒有到達一定的程度 與其自哀自憐放棄希望 不如去學習吧 像YouTube上面有非常多很棒又免費的教學 而如果你覺得這些教學的系統性不夠的話 你可以花一點點錢去上一些網路上面的學程 都是一輩子會受用的 等到你sense好了之後呢 你自然知道自己有什麼不足 需要往哪一個方向去精進 並且主動去學習 因為要知道這個世界上最可怕的人 就是一直持續在前進和學習的人 謝忌 你要成為桑園 我也要成為桑園 讓大家向不屈不饒的桑園致敬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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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